新的一個就是物件格式的列表 這個列表就是我們R元裡面最後一種大類的物件格式 第一種物件格式是向量 那第二種物件格式是這個正列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就是反正正列就是向量的擴展 只是它是幾個維度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把很多不同屬性的物品放在一個東西裡面 那有時候它就不是那麼的規則 一個3乘3的矩陣 要跟一個長度為5的向量結合 這個你很難合在一起 所以說你需要用這個列表 就是你把它放在這個物件裡面的第一個東西 是那個3乘3的矩陣 這個物件裡面的第二個東西是那個長度為5的向量 我想你們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列表層 其實它有分 它其實有分三大類 就列表 A3物件 A4物件 這兩個東西啊 現在看名字你們根本就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啦 我等一下會慢慢教 好不好 A4物件 我今天 就是 A4物件這個東西 因為它用到的機會很低 就是 就是 我 在這一個學期我是不會教它的 其實在 我的其他課程裡面也不會教S物件 就是它 你會碰到它的機會非常低啊 所以說你基本上不用管它 好可是S3物件啊就蠻常會看到的囉 所以我今天會教S3物件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基本的列表 基本的列表要怎麼樣去就是 處理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首先 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現在這幾行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什麼意思 1到20存成X對吧 然後接著 把它形成一個matrix 然後變成M1 好這個 這個M1是一個 這個 4乘5的一個矩陣 這個沒有問題 好接著 我們再產生一個文字矩陣 好你看它不只是 形狀 不一樣 3乘3跟4乘5這是沒有辦法合併的嘛 對不對 他們連內容物都不一樣 好接下來我們再產生一個 邏輯向量這個邏輯向量X3 這個邏輯向量X3是一個長度為4的邏輯向量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最後 我們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要怎麼合在一起 大家看 我直接用這個函數List List也是一個核心函數啊 你要知道要開一個新的物件 絕對是一個核心函數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List M1 M2 X3 你看是不是跟C這個函數非常像 它就只是把它合在一起 只是以List的格式把它合在一起 我們來看一下L1長什麼樣子 現在我們把L1print出來 你看到了嗎 L1裡面的第一個物件 是什麼 是一個矩陣 L1裡面的第二個物件 是一個矩陣 L1裡面的第三個物件 是一個邏輯向量 所以你看 三個完全 看似不可能合併在一起的東西 是不是被我合併在一起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想 在這個地方啊 你可能就是 你可能就 也不會覺得說 這樣有什麼用 就是 你們把 三多個 無關的東西放在一起 好像 用處不大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就不要在外面有三個物件就好了 這樣不是很好嗎 你現在一定有這個疑問啦 好那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後面教S3class的時候你就會知道 你把東西合在一起的好處是什麼 好來 第一個 我要教的是列表 我還是要 再簡單介紹一下列表 我們已經 學過Lams 也學過class Lams我們還沒學過對不對 Ls我們還沒學過 所以我們現在 要學這兩個額外的函數喔 那一樣 這兩個也是核心函數 就是 所謂核心函數就是 你會經常用到它 你大概可以很想像 就是 畢竟列表 雖然我們以前上課還沒接觸到 但是它畢竟就是一個大類的物件 它的重點函數 它的 它的函數 相關函數一定會常用到 好首先我們先看Lams Lams直接對L1去做 的話 它回答我就是3 3是什麼意思 這個列表裡面有3個 子物件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接下來 這個class呢 它回答我就是list 這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這就是個列表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那我們來看Nams Nams這個就厲害了 我們現在直接 打Nams的話 它回答我nun 因為它現在這個列表沒有名字 如果我現在 打了NamsL1 等於ABC 這是不是很像ColorNams 我在指定ColorNams過去的這個語法 我現在在看這L1 看到嗎 L1的這個是不是改了 它變成A是什麼 B是什麼 C是什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接著 你 你接著我們再來用函數Ls Ls L1 它告訴我裡面有ABC三個物件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如果我現在重新產生L1 這個L1現在是沒有Nams的對不對 我直接打LS 它告訴我不行 沒有辦法做 這樣可以吧 所以Ls只能夠找 有名字的 就是 植物件有名字的列表 裡面有幾個名字 這樣可以 好 好 那你了解了這件事情以後 就是 反正這邊你就多學兩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都很簡單 了解了以後我們來看學索引 索引這件事很重要喔 就是 你應該可以發現就是 我們的很多回圈招作 基本上都是Follow索引在做的 對不對 因為你要填到第幾格第幾個位置 你基本上都是在用 回圈你都是在用索引 索引才有辦法讓你很方便的換位置 回圈很方便的換位置 列表的索引 看著喔 是 兩個中劃號連續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這樣打Enter 它出來就是裡面的第二個物件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可以想像啦 因為中劃號一個數字 這個是被項鍊用走了 對不對 中劃號裡面有豆點 這個被 正列用走了 對不對 所以列表已經想不到其他方法了 所以它用兩個中劃號來表示它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你可以接受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假設你的名字 假設你的列表是有名字的喔 假設你的列表是有名字的 你不但可以用數字 你還要用文字 你還要用文字把 該叫的東西叫出來 這樣可以吧 也就是說 這個 列表的這個索引啊 它其實跟 它其實跟這個就是一般的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正列啊 或者是這個 呃就是向量 它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它該用文字還是可以用文字 該用數字還是可以用數字 但是 注意件事情 它不能用負 它不能用負索引 列表不能用負索引喔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 除了 列表以外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用負索引 但是列表不行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就是 呃我們現在來 給大家看一下它還可以用這個前號 也就是 前號就是我們這個就是 就是DataFrame的時候有用嘛 對不對 那它也可以用前號來做 所以我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注意到DataFrame 它其實裡面是不是也可以每一個Variable 是不同屬性的向量 是吧 你們應該有注意到這件事 所以我跟你們講DataFrame的本質 其實是一個列表 只是它 是一個很特殊的列表形式 可以被放在正列的 範圍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它必須滿足 每一個向量的長度是相等 但它本質其實是列表 好那 你可不可以 鎖音裡面再鎖影 舉例來說 我現在已經 找到這個矩陣了對不對 那我可以在後面繼續打鎖影 我要裡面的第1個 Raw 第3個Colon 這樣出來的答案是不是應該是B 好看到B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打-3呢 應該出來AA 這樣可以接受吧 鎖影裡面可以再用鎖影 就是 你鎖影到了這個矩陣之後 你可以再對這個矩陣進行鎖影 或是對裡面的物件再進行鎖影 這邊如果是C的話 這是一個向量 好你這邊如果是C 這是一個向量 所以我們現在第1個 第2個 好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如果你到這裡都還了解的話 這邊到目前為止都應該都還非常簡單 對不對大家應該都是可以接受 就是依照大家的能力 現在目前都是可以接受 那我要介紹一個比較困難的東西了 就是 我現在要教大家 S3物件是什麼 我到目前為止都還沒講到 對不對 好我們先來看看L1的樣子 好大家我先問大家一件事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我現在直接打L1按Enter 全等於 打Print L1 這樣可以吧 這兩個指令 意思是一樣的 我沒有打Print也其實等於有打Prin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現在 給大家 我現在跟大家看一件事 他的class 你們現在要看我的操作喔 他的class是list對不對 我現在把他的class 強迫他 改成 一個 別的物件屬性 有 我問一下有 Test這個物件嗎 有Test這個物件格式嗎 沒有 對不對 這是一個新的喔 你看我強迫他改成test以後 他的class 我現在問他class是不是就變成了test 本來是list喔現在變test囉 好這個時候 你再打開L1 再看一次 你會發現他跟之前 幾乎完全一樣 差別只在他下面有一個 特別的東西 就是 這個東西的屬性 叫 他的class 叫test 不然跟之前是完全一樣 所以目前你看不出來 做這件事的意義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接著我要展示他的意義囉 我先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假設當你使用class 對任意物件 做 查詢的時候 你發現 他那個名字很奇怪 不是常見的 名字 那他通通都是S3或S物件 當然你至於什麼叫常用 這事情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熟悉啦 反正就是他長很怪 那基本上就是S3或S物件 可是 目前為止你還不知道S3物件可以有多 有多厲害 好我們現在要看囉 好我們先寫個自訂函數 來注意看我的右手邊 我的右手邊現在是 有6個物件對不對 我現在右手邊有6個物件 看起來是很正常的對不對 好看著喔 我現在 我寫了一個函數叫print.test 好這個print.test裡面 怎麼寫我們先不管 好不好就是我們先不管怎麼寫喔 我們先把它run完之後 這裡是不是出現了一個 Function叫print.test 可以接受嗎 好注意喔 剛剛 我在前幾行打L1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喔 我現在再打一次L1給大家看 有沒有非常神奇 欸這個L1我現在print L1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 那我現在覺得那 難道我改了什麼L1嗎 可是 我有改了什麼L1嗎 告訴你其實沒有 假如我現在再打LS Names L1 它裡面還是ABC啊 可是你看這個L1裡面 我現在鎖影 我還是看得到它那個矩陣欸 我還是可以用 剛剛的東西 所以它本質是 我 它本質的列表本質並沒有改變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東西是不是不一樣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現在再來好好看 其實關鍵就是 print.test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來我現在把 你現在如果把這邊改grid 你可以把print.test把它 清掉 我再打一次L1 欸它又變回剛剛那個樣子了 我再執行是print.test 這個print.test一出來 我再打一次L1它又回來了 所以 所以 關鍵是 你發現 當我在打L1的時候 實際上我是在print它對不對 那我print一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是可以去 定義說我的那個class 我print它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去 呈現它 我並不一定要把它所有東西都呈現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跟大家講 以後 如果你要 如果以後你要 這個就是 你要這個就是 產生一些 就是你 舉例說你寫了一個函數 那你的output的東西很複雜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用s3物件去包它 你可以讓 就是裡面可能 那個list裡面可能有十幾二十項東西 那那個是detail 可是你想要讓人家看summary 你可以不要讓人家看summary 就是看detail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它detail它自己在用索引去把它抓出來就好了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print.test這個函數到底是在寫什麼 它寫了什麼勒 他的 Function的input是一個叫test的物件對不對 接著勒 此列表共有 nams test的物件 物件名稱分別為 注意這個符號是換行的意思 這個符號是換行的意思 test n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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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就是abc嘛對不對 nams test就是abc 然後 paste你把它這樣子貼起來就是說 呃 把它用dol點空格把它就是把它分離 把它黏起來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接著 把它cat就是把話講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說 這是我自己自訂的函數喔 所以你現在懂 s3 物件的 注意你如果把 你看我這邊在示範一下 如果把l1的nams改成def的話 它再print出來 它就跟著那個名字跑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好我現在要跟大家強調的是 s3物件本身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很神奇的功能 可是本質上就是你把一個 列表的屬性 從本來的list 改成一個你自己喜歡的名字 接著 假設那個名字叫xxx 好了 接著你就 編寫一個自訂函數叫print.xxx 然後去定義說 這個物件輸入進來了以後 你要去 產生什麼樣的information給使用者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以後 你會注意到很多 很多新的 就是 你們現在還沒有用到套件這個東西 在 下一節課開始 我會教你們用套件 套件就是別人寫好的高級function 我們現在都是那些核心function嘛對不對 那下一節課開始我會教你們使用套件 就是 別人可能寫好了 某一個函數 你直接用就可以了 那你直接用這種函數的 意思 的同時你就會發現 別人的套件大部分輸出的物件 都是s3class 為什麼s3class 他要用s3class表現出來 因為你想要detail 你可以用索引找到detail 可是你想要 看summary 他也可以給你看summary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再來給大家看一下一個函數 叫做summary summary這個函數 你之前從來沒有用過對不對 這是我們第一次學到 我現在打summaryl1 你看到的是什麼 嗯這個他說 裡面有d d物件的lens是20 class不知道 mod是 這個numeric 好依此類推 這樣可以吧 好我要跟大家講 是 你現在一樣也可以寫個summary.test的 函數 你寫summary.test這個函數 前面幾行我故意貼一樣的 我前面幾行反正我就貼一樣的 這樣他跟print差不多 對不對 好在下面 有4i等於1到lens test 然後一個一個把他的物件屬性把它print出來 好注意喔我現在 一樣 我再把這個執行室現在是不是有summary.test這個函數 我再打一次summaryl1 是不是就出來了這個結果 好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以後 你看到s3class 的時候 請你除了print他以外你也試試看 那個當初 寫那個 物件的人 他有沒有寫好summary函數 有的話你直接用summary搞不好你可以看到一些額外的informa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們某一天 搞不好有些人 會用r語言來做一些比較複雜的什麼統計分析啊 或是生物資訊分析 你們可能會用到別人去定義的套件 這個時候你們會發現直接print跟summary出來的結果 有時候你可能就只想看那個結果 你其實不想看他的detail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們經常在算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們並不期望去了解他 detail是怎麼做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只想看result summary有時候就可以給你這個結果 好我現在 要給大家出 小練習了 這個我希望大家可以熟練喔 你這樣才會熟練的使用s3class 好你現在已經知道 你可以用 你可以把資訊放在列表裡面 舉例來說 你如果打這串指令你的test 你的testlist 他就是 第一個物件叫student 有小名小愛 這樣可以吧 那第二個物件 裡面的第二個子物件是score 80 90 75 好你現在直接print出來他就是標準的列表格式 對不對 好希望你寫一個 函數 寫一個print點 xx的函數 讓 你print 你直接 print testlist的時候 他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這個 就是 這樣的一個就是描述 好如果你忘記怎麼去結合 結合這些文字的時候 請你 我們在回圈的 給大家看這一顆 我們在回圈的 這裡 這裡 有類似的語法 第二顆 你可以去找一下好不好 你試著把這邊的語法 跟這裡的語法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給大家練習的時間 這一題齁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會 所以可能要有15分鐘的時間喔 好大家看一下我是怎麼思考的啦 好不好 就是這樣大家才知道說 你 你 就是你如果要解這題的話要怎麼做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總之 我們先把它清空 在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只有這個testlist嘛 對不對 然後 這個testlist 我們在run的時候 它就長這個樣子 好現在就是這個樣子囉 那我來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這裡的這個 這個語法 我們先把它貼過來 這無論如何這裡就是可以用嘛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來拆解一下 這裡的student 是一個物件對不對 我現在把student的名字換成 這裡的student對不對 這裡的student它要怎麼叫啊 test set 裡面的 student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叫出來了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這裡是不是可以換成 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啊 那這裡我可以換成什麼 喔我這裡還需要一個i喔 我忘記 就是你這樣才能夠 第i一個這樣可以齁 好你這裡可以換成什麼 score嘛對不對 好那 這個3你要換成多少 你的3次出來了 你的i其實是在跟著這個跑的喔 不是跟著test跑喔 所以你的i其實是lamps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你再把這個東西貼上來 好接著你把這個刪掉 你再run次 誒是不是我們要的 注意我現在都還沒開始包函數喔 好來接著我要怎麼包函數來 這個 包函數的方法是這樣的 假設x等於 因為你的input是test set嘛 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你可以把x 取代到這裡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樣子我再run次 答案還是一樣 這樣可以吧 接著我就可以包函數啦 還記不記得怎麼包函數 就是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 函數的名字 一定是要print.xx啦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就print.xx好了 等於function x x是input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弄起來 好那我這一行是不是可以刪掉了 我再run次 現在 我如果print.xx這就是我一個函數了嘛 你現在先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你現在把 test list輸入進去 他的答案就是會對 這樣可以吧 好現在你只剩最後一步了 你怎麼讓他 在直接打這個時候 讓他知道他要叫這個函數 你需要把他的class 改成 xx class test list 等於 xx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的話 你全部在run次 接著你直接打 test list 就是我要的答案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注意一下大家注意我的思考流程 首先第一個 我是怎麼去 自訂方訊的 先把語法寫對 寫對了以後 把 那個就是把 那個 input的參數 抽離出來 接著再把它包成 function 然後最後我才去只讓 我的list變成那個class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的寫的順序其實都是反的 就是 注意寫程式都是要由內到外的喔 不是 不是從第一行寫到最後一行 你就 就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抱歉不是從第一行開始寫 是從裡面寫出去 這樣可以了解 好 好 希望你們學習到這個邏輯啦 那這裡大概就是答案了 好那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今天只剩一個 小小節了 就是要跟上個禮拜的東西做一個結合 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終於會用到列表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的 練習作業 大家有做嗎 好如果你有做的話或者你複製貼上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我們來做一件事好不好來 就是我來 再貼一次上個禮拜的結果 的練習題的答案 我說我們要貼練習題的答案嘛對不對 好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貼起來的感覺喔 好我讀進來了以後 好我這裡只有複製貼上喔所以我完全沒有執行任何 我跟他講如果你同個語法全部都寫完之後你就只是要執行這些語法你可以按Source Source可以直接執行這整串語法 好等一下他進度調 你看他進度調出來嗎 他是不是跑得很慢 而且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他是越來越慢 我們可以再放一陣子再觀察一下他會越來越慢喔 你們有感受到他越來越慢嗎 這不是你的錯覺 他真的越來越慢 你們有感受到他真的變慢了吧對不對 可以嗎 你們有沒有感受到他真的跑一格越來越慢啊 應該有啊 沒有嗎 怎麼了感受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他越來越慢 那你現在 再記得他是多少他是不是大概要超過一秒吧他現在超過一秒吧 我現在把他 stop住然後我們再看剛開始是不是有沒有要一秒好不好 現在現在你應該可以同意他每增加一格要 超過一秒的時間嗎 你們看第二個這樣有超過一秒嗎 沒有吧 所以他有越來越慢對不對 好可以吧 好 我現在關掉了我告訴你們為什麼會越來越慢好不好 因為Rby的這個函數是怎麼做的 來 你在做Excel 你想一下他怎麼做的喔 他實際上就是你有第一個Excel的table 然後又有第二個Excel的table 那他怎麼貼在一起勒 他不是直接貼下去喔 他是打開第三個Excel 然後把這個跟這個貼上去 你可能為什麼是這個為什麼實際上程式這樣執行 因為程式的背後是0101對不對 你們可以理解這件事情吧 好 那我現在有第一個物件跟第二個物件 他們第一個物件跟第二個物件的開頭 都會有一些 這個下面這個物件的屬性是什麼 東西的編碼 就是主要定義格式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後面我才知道要用什麼東西解碼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喔 因為不然 都是0100我怎麼知道他現在在講文字 還在講table 還是什麼 所以你這兩個 物件要 你在記憶體的 你在記憶體區的時候 第一個物件那個第二個物件在這裡 你要合併的時候你有可能直接把這個 這邊 在這邊刪掉然後直接往前移 做不到 所以實際上是 開個新的空間這樣複製起來 所以你會有C物件 那你現在有這個物件又有一個新的物件 你要把這兩顆在一起要怎麼做 再開下一個 所以他越長越大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 你在做 第 700個物件 的R-Bind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 很大的大小然後跟一個 很小的然後 開個新的地方再把它貼起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很浪費記憶體 那很浪費記憶體 那我 我今天講浪費記憶體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要講列表 就是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列表 他的形式 他是不是不會去管 他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告訴你列表這個東西 他在 他的計算機 就是他的那個電腦背後 他儲存的格式是 這邊有個 A矩陣 這邊有個B矩陣 這邊有個C向量 他可能在記憶體的不同地方沒有關係 可是我告訴你列表裡面第一個東西 他是指這個記憶體區 列表裡面第二個東西他是指這個記憶體區 列表裡面第三個東西他是指這個記憶體區 所以他的 儲存 方式 是不是對記憶體很友善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我現在在跟你們講這個東西沒有什麼邏輯 就是 就是電腦就是這樣設計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你了解了這一點之後你來思考一件事情 你在做Rbind的時候 就是主要說你在做Rbind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一次準備好1000個資料 就開好1000個Excel 然後再開好1001個Excel 然後把它從頭貼到為次 這樣會不會是不是就會快很多 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現在聽懂我的意思之後我們就要來做實驗 好 我們要做什麼實驗呢來你看喔 我們現在 現在是不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 函數叫做 SYS.TIM 這個函數 是告訴我現在的System Time 你在不同的時間打下去他會出來不同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好那 你現在 我們在這一行的意思是什麼 這邊有個RNORM我們看不懂對不對 好沒有關係我直接告訴你這個函數不用學 這個函數就是產生20個隨機數 那是從 NORMAL DISTRIBUTION抽出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BEST DATA 這個BEST DATA 反正就是 這個其實不重要啦 因為我不想管他的數字 我只想 讓你看看一直合併他 會多花時間而已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然後你看喔 我現在這一串語法是什麼 我現在這一串語法是 T0我在最開始的時候我先記錄下來了 然後我先產生一個 那個BEST DATA 然後我的FINAL DATA是 LUN對不對 然後1到1000 然後我 每一次執行都是把FINAL DATA跟BEST DATA BITE起來 這是不是就是 我剛我們前面做的那件事情 然後最後 我在PRINT SYSTEM TIME 減掉T0 就這兩個時間相減我們來看時間 0.41秒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到2000 不是兩倍的時間喔注意到了吧 好再來 4000 好看到了吧 不是兩倍的時間喔 雖然我工作量是兩倍 但不是兩倍的時間 很明顯吧 對不對 好我就不是喔 這樣可以了解吧 耗時並非線性成長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現在在做什麼 來看著喔 跟剛剛的函數幾乎一模一樣 可是我不是在用FINAL DATA等於NUN然後讓它一直合併 我現在變成 我們開了一個DATA LIST 現在這個DATA LIST你看它是一個空的LIST 它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是一個空向量 我本來就可以利用索引把東西傳到那個東西裡面的什麼了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現在來我這邊先不要1000我現在這邊先3就好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這串含數的意思 現在你的DATA LIST 第一個物件是這個第二個物件是它第三個物件是它所以是一樣的東西這樣可以 好 那我現在這邊改1000 2000 快超級多對不對 0.0009秒 2000 不只是不是線性它甚至還不到兩倍對吧 4000 兩倍差不多兩倍對不對好我再給大家看4萬 甚至沒有到10倍啊 這樣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你知道列表的威力了 速度快非常多對不對 好可是問題是 那它無論如何它就是個列表它不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 DATA FRAME嘛對不對 它不是DATA FRAME我寫我沒有辦法寫出去變成一個Excel檔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辦呢來這個時候我要學個新的函數喔 DUKO DUKO這個函數 DUKO這個函數啊 DUKO這個函數我教大家 是怎麼做的好不好 來大家看一下先到這裡下來資料 因為我要用桑捷克的 最後一個DATA 我們本來的 我們本來的 這個 這個 好我們這樣是不是可以把DATA讀進來 好注意喔那這個讀進來這個DATA 它 它是用什麼 Read.csv這個函數 裡面有三個參數對不對 裡面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第一個參數是 File Pass 第二個參數是 Helder 第三個參數是 File Encoding 這個可以接受吧 這個函數我們 很常用了嘛 好 那我們用 下次算指令得到的結果叫DATA1 可以接受吧 接著 我們 產生一個 Promitter list 等於list File等於 這個 Header等於這個 File Encoding 等於 CP50是不是跟前面幾乎一樣 可是 這一個 東西它是一個 列表 它是一個列表對吧 好 看著我的做法 Ducode 第一個參數輸入的是你要的Function Name 第二個參數輸入的是剛剛的列表 那個列表裡面放著 等一下你要輸入這個 這個函數裡面的Parameter 按下RUN以後 你會發現 DATA2被你讀進來了 你現在看DATA1 長成這個樣子 DATA2 也長成這個樣子 對吧 你問他說 他是不是 All Equal True 他們兩個完全一樣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你知道Ducode在做什麼嗎 Ducode這個東西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堆 參數 我想要把它放在列表裡面 那我可以把這堆參數一起丟到 某一個函數裡面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來看這裡 最後其實你就加這一行 我們最後是不是這個DATA List是不是有 4萬個檔案 我想要把這4萬個檔案全部一起丟到RBYD裡面 讓他BYD 我們來看有沒有要花時間 這一行要一點時間但是其實只要1.7秒 前面 4000就已經要3-4秒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夠快吧 你現在看這個買DATA 他的Number of Raw 80萬 很多吧 對不對但是很快對吧 真的非常快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我們練習題就來了 這是我們 上一節課 看起來程式碼很複雜喔 可是你其實不 你要用今天的技術去解決這件事情 其實你是 不需要 去了解這些程式碼的喔 我不確定你是不是了解今天 你要貼的這一大串程式碼 可是你如果不了解更好 就是故意要這樣 你們現在要試著在這一大串程式碼裡面 找到 關鍵的地方 然後去應用這個Ducode跟List的一個技術 我可以給你們一些提示 之前我們是用FinalData Rby的來做處理嘛對不對 現在我希望你們可以 做好 然後用列表的特性來加速整個過程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會發現快非常多 好那我現在把時間還給你們 好那 我今天 就今天這種題目喔 大概 之後還會出現個 兩三次 什麼什麼題目呢 就是 你會看到一串很複雜的語法 但是你要找到關鍵的地方 並且把它修掉 那其實這題就這樣結束了 這題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非常清楚了 你今天 這大串語法裡面 我先把它複製下來喔 今天這大串語法裡面 關鍵就是 你開始 Merge data 的方法是 用這個 FinalData 然後跟 就在這裡兩行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這兩行改掉 那怎麼改勒 你現在就不要用Noon開頭了 你用Data List 等於 空的List 這樣是不是就好了 接著你把DataList 改到這裡來 他的第1個 就等於 SubMatrix 這樣實際上就改得差不多了對不對 最後就是在回圈外 你要讀扣 Rbyde 結果把它 就是弄出來 FinalData Final 點Data 等於 讀扣 Rbyde Data Data List 好這樣其實就可以了喔 那 你會覺得還是很慢 這個是正常的 但是至少沒有越來越慢 這樣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還是很慢 因為你在這裡 除了Merge以外 你還花了大量的時間在檢查你的Data 然後把它填到適當的位置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的 在這個任務裡面 他的時間佔比 大部分還是在檢查Data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只有比較少部分 是在 MergeData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MergeData時間的縮短 他總縮短的時間 可能沒有那麼的significant 但是無論如何他還是縮短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試著比較 你用System Time 減掉T0 你這樣來比較 你一定可以有更直觀的感受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那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我還是像今天上課就上的差不多 今天上的比較快 因為前面S3物件那裡 其實蠻難理解的 但我發現大家基本上 你們這一班剛好大部分都做得出來 那 那就是 大家知道我們今天學到的東西就是新的東西叫列表 這樣可以 那他還有很多應用的方式 你未來還會看到很多新的列表 我這邊給大家一個 大家一個就是 我這邊給大家一個就是 就是 一個新的東西好了 雖然說提早下課了這樣子 但是我給大家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 也許你們有些人 會 已經有用R語言 曾經做過 舉例來說線性回歸之類的東西 好舉例來說 好現在這樣子 XY 這個X就是 12345 Y就是67980 你可能 我這邊隨便打個 model等於 lm y x 這個意思是 我需要做一個線性回歸 然後用x對y做預測 我現在把 model print出來 你發現你看到這個東西對不對 然後你再 打ls 這樣你發現了嗎 他其實是S3 class 對不對 他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現在model裡面我把coefficient叫出來 他裡面是不是有 我要有coefficient 我把 fix的value叫出來 這是什麼 預測值 他是不是有非常多東西 但是 你如果直接print出來你自己只看得到這個 對吧 所以他是一個S3 class 所以你未來會遇到非常多的函數 他其實 output是一個S3 class 這個時候 你就要知道說 我 就是要對S3 class的這些理解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我要的東西到底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如果你最後一題 你可以試著去改改看 然後去計算他的時間 不然應該就可以下課了 好 好 好